歡迎來到賽馬KOL,我是鈴鈴 這個人這麼熟臉? 我不是亨仔,你不認得我嗎? 自從海外賽事練習生後,我們都很久沒見了 自從北了越後,你去哪裡高走? 我去了深山深造本地的賽事 這麼飽跑? 鈴鈴,我都見到你最近在社交媒體上 很勤力地研究本地的賽事 沒錯,現在升了格做簡碼11的KOL 有沒有那些帥氣騎士特別有印象? 如果最有印象,應該是星期日 剛剛在莎莎贏了一場G3 安請的田泰安 因為它是甚麼輕綁的騎士呢? 就不太多,你知道吧 好像我這樣輕綁的女生 當然喜歡甚麼輕綁的騎士 但是我覺得田泰安 雖然它的優勢就是輕綁 但它今季的成績就有少少強差人意 馬桂跑了五分之一 但它只有十場頭碼 還要跌出了三甲 我覺得它現在可能事業上 今季有點低潮 你剛剛提到十場頭碼 其實它有七個馬房供應給它 這麼廣泛,這麼多人支持它 還有它有26個PACE 其實它是差一點運 可能之前欠缺了我的支持 現在我支持它差很遠了 運你都是實力的一種 馬房多給它支持 但我看到上游的馬房 就沒有甚麼給它支持 例如姚本輝、高東尼、五盤子的馬房 相對上去找那些輕綁的騎士 就找潘明輝、蔡明紹 甚至是艾少麗這些騎士 會否反映到田泰安、金貴 可能它成績不好 上游馬房也不找它支持 又不是,因為明天只有它一個騎士 只有九場馬跑 那你想想,如果跑一場不行 跑九場便有九次機會 嗯,但如果跑九隻 都是實力坐騎不厲害的馬 那機會比較渺黃一點 我覺得 為甚麼這麼說呢 它怎樣實力坐騎不厲害 你有甚麼例子 嗯,我覺得明天那些大熱門 就相對未必穩陣 因為你看一下 其實現在田泰安 雖然我們看到澳洲也有人邀請它去跑 但是全部都是南門來的 哦 但是起碼找它過去 都不會找其他人過去 他又跑今天跑麥爾本杯 之前又跑郭士頓 還有巧菲爾德 其實這麼多人找他過去澳洲跑 一定有相對的實力才找他過去 又不見找你過去 我百幾磅 當然找田泰安 但是過到去找他 都不是其他實力坐騎的時候 我們看看其實香港 現在他田泰安騎的低班賽事成績 又不算太理想 然後其實高班一些明星馬 實力馬 你又說不出名 好像兩個禮拜後 你跑了一些二級賽賽事 未必說有一些很有實力 或者明星的馬 我們現在已經預計到一定是田泰安騎 但是田泰安跑線 都是一個個人特色來的 其實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騎士 還有不要說這麼遠兩個星期後 就說明天他已經有幾隻馬 我很喜歡的 例如我的愛驅九九圍攻 逐步贏 我上次上來推薦逐步贏 還贏了 他就是帶外當片出去贏 逐步贏 這次又有你份 你是不是和這隻馬 你夾定的 但是田泰安跑線 在快匯谷來說 有機會出現一些八疊 十疊 甚至乎跟我們觀眾可以握手的位置 其實對一些跑後上的馬匹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很吃虧的跑法 所以我覺得田泰安今年來說 我自己對我預期之中有點失望 那待會聽聽你的心水 你真的都沒有選嗎 沒有 真的沒有 零 今次的心水重點推介給大家 就是第八場的三班千贏 就選了這個年營的彩池 給大家參考 是不是我喝杯 田泰安喝杯 沒有田泰安喝杯 麥爾本杯都碎了 還喝杯 今次的第八場 我就選了三匹馬給大家參考 首先選了這匹二號的勇金巨星 今季三班千贏都兩場的頭馬 其實都應該是一匹三班千贏 谷草的中堅分子 我沒理由不選這一匹 何宅堯排第三名的馬匹 這隻我也支持的 但是沒有喝杯真的不明白 一會兒就知道為什麼不選喝杯 一會兒就選了這匹三號雪涌神區 我們看上一場長刺 其實見到報民都很有心機騎 早點留在後面 但是因為他本身是一匹後上型馬匹 轉彎走到一個七疊八疊的位置 入到直路最後八五不斷內閃 最後跑了第五名 今次預計有些捕捉 我想他都應該挺好跑的 剩下那一匹就選了六號的運高八斗 因為其實上場他竟然選前組的1200米去跑 選擇去跑田組而不是谷草 可能其實他上次都很有信心會贏 今次回來首本的谷草1200米賽事 我相信都有機會賺到一些報酬的 至於為什麼不選喝杯 上次排一檔 今次有一個零在後面 還要填泰安 一定是十碟見 我不選喝杯 那神希麗仁呢 神希麗仁 擔心他這次的檔位都不太好 有些怕他是超好運2.0 超好運上次跑第三 我買連勝 不用預計他 那好吧 那我推介第三場 五班千二米 我選了一個田康的宏才 其實他的評分已經減到最低了 他四班贏過頭馬 上兩場抽個大外檔其實都不是輸得很遠的 那今場呢 插回內檔 希望能幫到他 然後呢 另外兩隻 我選了神速馬車 商場就慢閘了 留到最後 入直路的時候 失足200米 當他沒有跑過 其實真的跑得很差 那零四百場次 一望空就追上來 差一步就過了一頭馬 嚴心聲 那今場抽到一個二檔 那我覺得他如果發揮零四百場次的水準 今場就應該可以跑到高煙的了 而另一隻就是飛日精英 今季跑了四場都沒有掉過獎金名次 而上場就是由田草轉過去谷草 就入到Q了 他一路就跟著放頭那隻立得架勢 他也是準備輸過頸位 我也覺得他跑得很好 今場希望他有三甲 最好還有第二 其實雲才龍 哪個第二我都無所謂 說到這樣 你對我有沒有信心 鈴鈴我對你有信心 的 的 不過我田泰庵 真的沒有什麼信心 那我們要整條過關試一下 過關是可以考慮的 不過我可以選擇二穿三 我對你真的有信心 但田泰庵 我剛剛都說不選他了 你還選一隻他的馬 待會只剩兩隻馬跑的話 我們就GG了 那不理你了 總結一下 總括來說 我第三場的投注策 就是一號飛躍精英 五號神速馬車 和六號泳彩的連贏 嗯 我選了第八場的場次 選了這個連贏的彩池 分別是二號的勇敢巨星 三號的雪涌神區 和六號的運高八斗 做這個護川連贏的彩池 我們今次的心水就看看是否中 我們下次見 拜拜